这条题能不能理解 题目能不能理解 这里面的内容能不能理解 可不可以啊 可以理解是吧 有问题下午再问我 有问题下课再问我 好 这里也是 这里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刚才有同学说 有同学说这里 这里这样的写法也是可以的 下面这种写法能不能看懂 同样的一道题 下面这种写法能不能看懂 有点长是吧 好 这道题呢 实际上是 大家可以看啊 我们的紫查询里面是 是不是依赖于外部查询啊 是 紫查询里面的这个条件啊 它是不是依赖于外部的这个查询啊 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ENP1 然后这里有一个 也有一个1 是不是我们紫查询里面使用了外部的条件啊 那这个实际上实际上是有这么几个概念啊 有这么几个概念 这个是相对于是实际上是这个关联紫查询的 我都不想去讲这个东西 关联紫查询 有关联紫查询的话 还有一个非关联紫查询 前面给他讲的都是非关联紫查询啊 非关联紫查询 什么意思呢 前面给他讲的这些紫查询 比方说 这个紫查询有依赖于外部的其他查询吗 它独立是可以 它本身独立可以运行的 我直接选住它 我点击这个小指轮 它是可以直接运行的 那如果是关联紫查询呢 它由于依赖于这张表 对不对 如果我直接去执行这个紫查询 能不能成功啊 就不能成功了 所以呢 这里面有这么两个概念 关联紫查询和非关联紫查询 实际上他们 实际上他们执行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AXIS里面 刚才是怎么去给他讲的 可以吧 好这里面就给大家是说这么多了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去解决的 是哪个问题呢 我们今天课堂练集 还有最后一道题 统计每年入职的 员工 个数 这个比较简单吧 统计每年入职的员工个数 这个解不解决 这个 感觉都饿混那样子 都已经饿混了 来我们看一下 直接来查询一下 统计每年入职的员工个数 我们要根据哪一类去统计 根据哪一类去统计 根据哪一类去统计 开这边吧 我们要根据这一类去统计 那这一类里面包含一些什么机器呢 它这一类里面是不是就包含年月字啊 那我们要提供要求是按照每年 每年去做吧 那怎样去做统计了 我们首先呢 首先我去把这个high data给大家查出来 high data 我直接查询单列啊 for end 我直接给大家查询一下 这是不是就是年了 年 那我只要 按照这样一列去 把它显示成 呃这个年吧 不要不要这个月和日了 那我们就是来 值 更是不会掉到看里面去了 值显示 年 值显示年对吧 来怎么去值显示年了 slater to 我用to chart to chart 然后再传入这个high data 值显示年 我 我对吧 for for mp 直接查询 现在是不是就只有年了 那现在只有年 我们来统计每年入职的各数这个简不简单 还要取个明明是吧 我现在不取明明了 我直接这样子 好 直接分组吧 分组统计 分组的条件是什么 分组的条件是不是用我们上面这一块 好 我拷费一下 拷费一下 for mp for mp group by 出效吧 分组之后我们做了一个超速是什么 counter 我直接写个课的应该能看懂吧 好直接试试 试试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1987年入职了两个 1980年入职了一个 然后8年入职了一个 那这个参与出结果了吧 我这个提供完了没有 来开上这个题目 题目是怎样子的 这个是 就是 这样一道题 题目要求显示的格数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国内国内这个 这个最火爆的评讯机构的名字题 这个推码的名字题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里面 我们要去统计每年入职的员工个数 按照这样的一个手势来解释出来 首先呢大家讲一下 比方说我们随便去拿一列来做处理吧 假设 比方说 1980这个显示的是什么东西啊 上面这个显示的是什么东西 上面显示这个是不是一个列名的 下面这个是不是显示列的值啊 那我们呃要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怎么样做呢 别名是吧 对吧 以下有个同学已经想到了 那我现在呢 就把上面的这个东西去给他写 取个别名 上面这个取个别名 然后把这个结果查询一下 查询完了之后就是有了1980 还有1981自己的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呢 先做一个简单 事情就是看 1980 呃1980年 竖起来 竖起来对不对 然后就是按照刚才给大家在这边画的这种样子呢 我就把它竖起来 怎样把它竖起来呢 那 K2 有同学又想到了K2 那K2 就是当某个值是比方说值是1980的 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显示 一二 然后 别名就是1980吧 对不对 来我们这个语句写下 然后我们刚才上面的这里面我们已经是显示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我就是呢在它的基础上去再做一次 呃 再做一个查询吧 我们先将1980年查询出来 好 我们直接把这个语句呢 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之后呢 我再写一个只查询语句了 把上面的这个结果呢 当作一张表来处理 呃 form form一张表 括号 括号起来 去 取一个笔笔 tt 这里面写什么东西呢 我们这里面写什么东西啊 k是谁啊 k是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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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yy 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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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当他是1987年的时候 1980是吧 1980 1980 我们认他1980 1987也可以啊 啊1987吧 如果他是1987的时候呢 认 那么我们就写是 写是假 写是 cc吧 end 结束 可不可以 啊 别迷是吧 我们先把这个查询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结果 查询一下 现在只有只显示了 只显示了啊 真的不能看懂啊 能不能看懂这一块首先 可不可以啊 这个感觉只有两三个同学说可以啊 这个 看懂了没有 这一块看懂了没有 然后再去一个编冰吧 啊 啊 啊 这是 竖起来 将1980竖起来 并 且 并且 取一个别名 取一个怎么样 这个别名呢 1987 好把上面的这个结果拷贝一下 呃这个由于只有一行是吧 那我就把它写到一行去吧 我们是不是只对了1987进行处理啊 其他的情况我们没有没有管他吧 对吧 好把他拷贝一下 拷贝完了之后给他取个命名 在end后面我去取一个命名 为啥是歪歪的 我给他写个1987不就竖起来吧 查询一下1987了吧 到这一步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没有啊 啊 啊 123再来一次是吧 好 123再来一次 我们这个首先这个第一一步一步要搞明白 如果你第一步第二步都搞明白的话 基本上后面就听不懂了 来把这个词评一下 直接出来 我们是把下面这个结果数当做一张表来处理啊 当做一张表出来 当做一张表来处理的话 我们首先是 可去自己一下 把它当做一张表来处理 我们第一步 我们去直写是 只查询这个YY吧 只查询这个YY form 呃 form 把这个 写下 然后我们上上面这个查询结果 是不是给他取个命名吧 TT TT里面的 是有这个YY啊 我们先查询这个YY 查询这个YY 是不是就显示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个YY 哎 1987 我们要去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 相关的值 替换掉 前面给大家讲这个取别名还有没有印象 给列里面的这个行里面的记录取别名 比如说1987我给他取一个别名 能不能理解啊 比如说这里面如果啊 CASE 我们去对他今年取一个别名 CASE YY 问 当他等于 1987年的时候 那么我们去给他取一个别名 这个别名 假设我直接写一个2 有没有能不能理解啊 可不可以理解 那我直接这样子 呃直接这样一指题 啊这个是缺了啥玩意啊 好 这是写了个分号是吧 好 直接来词题 是吧 到这一块能不能懂啊 可不可以懂啊 就是当这个值等于1987年的时候 哎 我就直接给他写了一个2 可不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2 我们要动态去查出来吧 是不是要写这个个数啊 直接改成CC 能不能懂啊 可不可以懂啊 好 这里能懂的话 那我们就是 看上面这一串的东西呢 哎 很不爽 太查了 就太查了吧 那我们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给他取一个别名 取一个怎样的别名呢 我们就直接来给他取一个1987 好 懂了没有 这个应该搞懂了吧 好 下一步的话 就是 这里面有空值 去除 去除 长技术中的 空值 怎么样去去除这里面的空值呢 怎么样去去除这里面的空值啊 前面我们讲过一些聚合函数啊 一些求平均值啊 如果我们对这一列 我们对这一列出去 去求一个平均值 出来 结果实际啊 我们对这一列去做一个求和预算 这一列出来 结果实际啊 嗯 出来结果实际 为什麽 聚合函数会直接忽略空值 出来就直接是二了 对吧 那我们就是哎 我用这个求和 随便去用一个聚合函数 我这个是不是扩到这个位置啊 这个1987是别名吧 我们是不是对真正的是对他里面的 只能进入一个求和预算吧 好直接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 结果输入就失败了 这里看懂了没有 啊 这里为什么不懂 哪里不懂 这里懂没有啊 好 这个高度的没有 高度的话 1987你能输起来 1980还有 这个1980 1980 19818 这些是 一样可以这样做出来 能不能理解 可不可以理解 那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下 将total 我们在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total 总数吧 统计员工 员工的总数 统计员工的总数怎么样去做呢 还是在前面的这个产业结果上 基础上去做 我们直接是这样的一个产业的结果 我们要去统计这里面的数量 对哪一列去统计 对哪一列去统计 对哪一列 cc是不是 呃 咱感觉大家都不自身了 这个 这个也太紧张了吧 上 我们就只要求 将cc这一列求和 输入求和 from 然后呢 把这张表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之后 我们直接一词集 现在一词集出来 记录是不是十四条啊 十四 那我们把这个档给它取一个命名 我取一个命名 total 这里应该能懂吧 好 直接 total了吧 那现在 下面再做个操作是什么东西呢 将 1987和total合并在一起 合并在一起 怎样去合并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里面 上面这个是1987 竖起来的这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他查询的是 这样一代表吧 我们的这个total数 也是查询这样一代表 都是查询这样一代表 能不能合起来 好 直接来一个slater slater呢 我们去把上面的这个结果呢 啊 首先我去把这个上面这个total 可以拷费过来 然后三四 嗯把这个 哪里啊 1987拷费过来 啊这里能理解吧 可不可以理解 好 从哪单表呢 就是从我们这里的这张表 拷费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查询 查询查询一下对吧 total和1987就拼接起来吧 这个拼接起来之后 下再做下一步的话 是不是就很简单了 好再次 显示所有的 显示所有年份的结果 啊 1980 1981 1982是不是就一此六天啊 对不对 好直接把这个拷费一下 拷费一下之后呢 我们就是 一此六天吧 逗号 然后 还有一个 是不是都一样的 我看一下吧 19808 1980 1981 1982 没有1985吧 有没有1985啊 没有对吧 那把这边改造 8081 81 82 然后呢 这个东西就直接 啊 爆错了 啊 爆错的原因 这里是多了一个痘号 去掉痘号 然后呢 又爆错了 对吧 嗯 结果数据出来了 啊 这 那这里面有没有问题啊 有啊 哪里有问题 哦 这 你说是前面这个数据写死了吗 哪个字幕上笔记啊 这个只能写死啊 这个就是笔字题 笔字题就是陶坑的 这是 这个是传逐播客用来招奖制的题 然后我问了一下出你的这个 我问一下出这样的题啊 这不是太坑了吧 对吧 对吧